你好 欢迎收看5月8号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吴玉璇 好 今天是母亲节 民间的习俗吃猪脚 可以来帮长辈补孕 所以每年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 屏东的万软猪脚街都会涌现不少的人潮 不过今年受到了疫情升温的影响 来到这边餐厅用餐的人数显得比较少了 很多民众都是选择把好吃的猪脚给外带回去 帮妈妈庆祝 而另外来看到高雄的饭店部分呢 母亲节也推出了很多的外带餐 很受欢迎 统计今年外带的部分成长了将近三成 好 不过讲到母亲节就会想到康乃馨 但是能代表母亲节的其实不止康乃馨 来看到其实豆科的鲁冰花呢 其实也被称作是母亲花 因为鲁冰花凋落之后呢 可以成为很好的绿肥 让周围的植物生长更茂盛 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就跟妈妈一样伟大 而日前呢 来看到台中福寿山的彩色鲁冰花 现在正在盛开当中 粉色紫色的花朵放眼望过去非常的美丽 不过可能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包括了福寿山农场还有南投 杜鹃花祭趁着这个母亲节上山赏花的人都不多 杜鹃花祭美景当前游客震叹 但很多人是小看了攀登高山的危险性 发生高山症的游客人数是不断的增加 会出现头晕目眩 还有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 幸好在警方的及时救援之下都顺利脱衔了 而警方也提醒了游客 除了要养足精神再出发之外 也建议大家保留体力分段式的来上山 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山气压 台湾单身家曾格尔在4月份挑战世界第十高峰 安纳普纳峰 而这座山天气状况严峻 是死亡率最高的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不过曾格尔他是没有携带氧气瓶 用无氧攀登的方式 以30岁的年纪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 无氧攀登的安纳普纳峰的女性 他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也提到了在生死交官的攀登过程当中 让他对生命有不同的体会 而这次挑战成功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登山好手的毅力 还有决心 好持续再来看到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两年多 外媒一直视台湾为防疫的模范生 不过最近台湾的确诊数字持续的攀升 观察周遭国家近期疫情的发展 就有一位英国的媒体 他引述了美籍计算生物学家的文章 他认为台湾现在可能会面临死亡率攀升的危机 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75岁以上的老人家 有两成一的人都拒绝接种 那台湾呢还有这个尽管目前台湾年轻的族群的重症 死亡率是比较低的 不过随着疫情发展到了高峰 死亡数字也可能再增加 好紧急为您插播一则快讯 嘉义线传出了第一起疑似染疫死亡的个案 一位90多岁的老妇人 她长期有糖尿病史 行动不便 在7号的时候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没想到送医急救不治 经过PCR裁剪是阳性 而初步了解她的儿子也是确诊者 至于死因是不是跟确诊染疫相关 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当中 好 再来看到今天5月8号呢 也开始要调整这个密切接触者的 匡列的原则了 居家隔离的部分呢 仅限这个确诊者同住的亲友会来匡列 而校园的部分呢 也有停课的新规定了 就来看到呢 现在不再是有三分之一 或者是十班以上停课 全校就会停课了 现在采取的是呢 如果你跟确诊者在前两天 没有戴口罩 接触活动15分钟以上 你就会有三天的防疫假 停止到校 好 不过在这个国小跟幼儿园的部分 另外呢是以班级为单位 同班的师生如果有人确诊的话呢 就是停课三天的部分 另外国中高中呢 采取的是座位九宫阁附近的同学 你也会有三天的防疫假 来停止到校 好 另外来看到 确诊者本身的解隔离 也有最新的规定了 来看到这是居家照护的部分呢 如果你从发病跟裁剪日之后的七天呢 无需裁剪就可以直接的解隔了 如果您是在医院或者是加强检锁或加强防疫旅馆里头呢 你只要符合这以下的规定的其中之一 也可以直接解隔了 包括两次快筛阴性或者是裁剪之后五天一次快筛阴 以及发病之后的七天无需裁剪也可以自行来解隔了 好 不过另外再来看到 如果说你的同事有人确诊的话 该怎么办呢 现在职场确诊也不再匡列了 您可以依照您自己的高低风险来判断自主应变的方式 如果你是低风险有症状就快筛来就好了 然后无症状的人可以持续的工作 如果是高风险的话 有症状一样是快筛 另外看的是你接种疫苗的部分 如果你有打满三剂的话 你可以做自我的监测 如果没有完整接种的话 也可以选择居家办公了 好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那我的同事确诊的话 现在我很想要自己隔离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劳动部也说了 可以请假 但是要用自己的假 另外如果没有通报的话 指挥中心也说了 没有罚则 但还是鼓励大家回报 今天母亲节台北市长柯文哲 没有回到新竹陪妈妈 而是一大早来到了大安区的关怀中心视察 还带了咖啡来慰绕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不过现在北北基陶的疫情升温了 指挥中心要求500床以上的医院 要开设三成的专责病房 柯文哲说这换算在台北市的数量 大约就是3000床左右 不过现在的确诊红风还没有来到 必须要做足准备 至于副市长黄珊珊在昨天怒轰中央 连快筛记都没有准备好 就不叫共存 而是弃手 却遭到了经济不反驳 国内可以进口快筛 柯文哲也说了 民众买不到就是买不到啊 何必讲这么多理由 接着来看到是云林的部分 7号新增了327名确诊个案 而其中最多的就是在西罗镇了 现场张立善日前也说 第一个确诊的案例 是出现在西罗的果菜市场 因为南来北往 把病毒来传染给其他人 不过这个说法呢 让西罗的果菜市长董事长 同时也是西罗镇长的政灵会 非常的不满 还认为张立善的说法呢 导致农民还有市场的工作人员恐慌 让他只好跟立委合作 紧急调配了1000剂的快筛 来到正公所提供给大家使用 降低不安 而县府回应 公布的每一项资讯 都是科学的调查结果 接下来会全力的防疫 保护所有乡亲 中国卫健委8号公布 中国过去一天新增了 4384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不过台商重镇江苏昆山 在一个月的封控之后呢 在6号已经全面的复工了 好来看到上海部分 现在虽然确诊的人数在减少当中 但是官方还是维持高压的封城政策 也让很多民众已经直呼受不了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 周六在华府的一场座谈会当中 也提到了 中国领导阶层现在密切关注乌俄战况 为的就是要评估武力犯台 将会付出的代价 而他也评估了 还认为习近平并没有动摇 要控制台湾这一项的长期目标 乌克兰的南部港口城市 马力波被俄军围困多时 不在7号的时候 已经撤出了所有的平民 但是乌克兰的军方表示 俄军现在还是持续的 来对亚速钢铁厂发动密集攻势 连任成功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7号完成了他的就职典礼 而在他的演说当中 他也说他的第二任 将会采取不同的治理方针 好 提醒民众了 要加油可以先等等 中油公司宣布 9号凌晨零时起气柴油 会各调降0.1元 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 985000汽油每公升33.8元 955000汽油每公升31.8元 9255000汽油每公升30.3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28.1元 提供给大家参考 再来看到是台南警方货报 有车祸发生之后 来到现场发现 有两台机车发生了碰撞 骑士倒在地 不过没想到呢 就在登记资料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名骑士 他的车厢里头 居然调出了一只 两条线的快筛试剂 看到这一幕 真的是让警察傻眼 6号凌晨 新北市一间超商 有一名女子 她喝得醉醺醺 在里头继续的购物 结账的时候 她抱怨这个店员 动作太慢 被男友制止 没想到这一名女子呢 她瞬间的暴怒 还对她拳打脚踢 不过夸张的是 警方来到现场之后呢 这名女子 她直接张开嘴 咬伤了远警的左手臂 2020年 一次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件 来到了854件 而其中一次 老师对学生的霸凌案件 更是超过了50件 10岁的安安 曾经遭到导师长期的言语霸凌 还常常剥夺她下课休息的时间 让她非常的恐惧 到底该如何守护校园的安全呢 一起来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来关心母亲节的天气了 今天受到了华南雨雨区 东移的影响 水气比较多 透过雷达回波图 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这个西部的山区部分呢 雨势是比较大的 容易出现局部较大雨势 所以外出一定要记得西带雨具 而各地的温度部分呢 也比昨天稍微下降了一点点 北部的高温来到了28 中部31 南部33度 东部地区30度 好 提醒大家呢 明天上班日的水气 还是比较多的 局部地区是有震雨 或者是雷雨发生的机会 高温还会再下降 低温不变 要到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 台湾附近会吹南风 到时候才会慢慢的回暖 水气也会变少 江华市7号晚间 有绕境队伍经过 就有信徒为了要庆祝 找来了专业的高空烟火业者 就在车道旁边释放了烟火 吓坏了很多的民众 还跟警方发生冲突 你好 欢迎持续锁定 华市1300五件新闻 我是吴一璇 新闻开始要来 看到疫情的部分 嘉义县传出了第一起 疑似染疫死亡个案 一位90多岁的老妇人 她长期有糖尿病 行动不便 在7号的时候 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没想到送医急救不治 经过PCR裁剪回阳性 初步了解 她的儿子也是确诊者 至于这个死因 是不是跟确诊染疫有关 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不过提到这个老人家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外媒一直认为 台湾是防疫的模范生 但是最近台湾的确诊数字 逐渐的攀升 观察周遭国家疫情发展的 这个英国的媒体 她就引述了一名 美籍计算生物学的专家的文章 她认为台湾现在可能会面临 死亡率攀升的危机 而其中一个主因呢 就是台湾75岁以上的长者 还是有两成的人 是拒绝施打疫苗的 尽管目前年轻族群的重症 死亡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 来到了高峰 死亡数字也可能再增加 疫情日益的严峻 教育部昨天宣布放宽了 校园的停课标准 今天开始取消了 原来三分之一班级以上 有确诊者就全校停课 这样的规定 改用的是确诊个案为核心 国小跟幼儿园的部分 以班级为单位 高中跟国师中生 则以这个座位的九宫格 来匡列作为这个 依据的停课标准 不过呢 其实很多家长非常头痛的是 这个停课标准变得太快 无所适从 家里的小孩可能因为 试用不同的停课标准 家长也分身乏数 很难安排 好不好 来看到现在 确诊数字逐日的攀升 也是为了要维持 防疫的量能跟正常生活 指挥中心宣布 未来职场出现了 确诊者的话 除非曾经跟他没有戴口罩 共处15分钟以上 或者是你有出现染疫的症状 以及第三剂疫苗 没有打满14天的 高风险族群 其他员工则是不必被匡列 居隔 没有症状的话 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班 小儿科医师林云然 他就说了 确诊者越来越多 降低居隔的标准 也是不得已的方向 不过人力银行业者也担心 现在防疫价不知心 要是有员工属于高风险者 却不想请假 隐匿自身的状况 反而会增加职场的染疫风险 今天是母亲节 台北市长柯文哲 没有回新竹陪妈妈 而是一大早来到了 大安区关怀中心视察 还带了咖啡 未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而被积淘现在的疫情升温 指挥中心要求 500床以上的医院 要开设三成的专责病房 柯文哲说 这涣散在台北市的数量 大约就是3000床 不过确诊的洪峰也还没到 必须要做足准备 至于副市长黄珊珊 在昨天怒轰了中央 连快筛都没有 这不叫共存 而是弃手 却遭到了经济部反驳 国内可以进口快筛 柯文哲也表示了 民众买不到就是买不到 何必讲这么多理由 今天是母亲节 民间习俗吃猪脚 可以帮长辈补孕 所以每年在母亲节的这一天 在屏东的外卵猪脚街 都会涌现不少的人潮 不过今年受到了 疫情升温的影响 来到这边餐厅用餐的人 显得比较少 很多民众都是选择 外带猪脚回去来庆祝 而另外在高雄的饭店 母亲节也推出了外带餐 非常受到欢迎 统计今年外带的部分 就成长了将近三成 好 就来关心今天 母亲节的天气了 今天受到的这个 华南云雨区 东里的影响了 其实各地呢 都有降雨的机会 所以外出一定要记得 细带雨具 不过这雨还会下到明天 上半天的天气 都还是会持续的下 要等到礼拜二的时候呢 封面才会逐渐的远离 到时候天气放晴 温度也会回升 来到了大概是 32度左右的高温 甚至是34度 不过要提醒大家了 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呢 又会有这个 梅雨的滞留封面 来到了台湾 下雨呢 还会一连下个五天 到时候恐怕会出现 比较致灾性的 这个降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要来留意了 不过就来看到呢 今天是母亲节 能够代表母亲节 不只有康乃兴 其实来看到这个 豆科的植物 鲁冰花呢 其实也是一种 母亲节的代表 因为鲁冰花凋落之后呢 可以成为很好的绿肥 让周围的植物 生长更加茂密 这样无私的奉献呢 其实就很像是母亲一样 而现在台中 福寿山的彩色鲁冰花 也正在盛开当中 粉色紫色的花朵放眼望去 非常的美丽 不过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包括了福寿山农场 还有南投杜鹃花季 现在赏花的人潮都不多 五月份也是和欢山的杜鹃花季 美景当前游客赞叹 不过很多人却是小看了 攀登高山的危险性 发生高山症的游客 人数不断的增加 会出现头晕目眩 还有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 幸好在警方的协助之下都有顺利脱困了 不过警方也提醒大家了 游客除了要养足精神 保留体力再出发之外 其实也建议这样子分段式的来上山 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山崎 好 不过来看到这就是登山高手了 他是台湾的登山家曾格尔 他在四月份的时候挑战了世界第十高峰 安那普那峰 而这座山天气状况严峻 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而曾格尔没有携带氧气瓶 用无氧攀登的方式 以三十岁的年纪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 无氧攀登安那普那峰的女性 他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提到在生死交官的攀登过程当中 让他对生命有不同的体会 而这次挑战成功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登山好手的毅力 还有决心 海巡署雇用的幸福时光客船 在澎湖海域运捕时 发现了五男一女的潜水客 在海面上面载浮载城 最后成功把潜水客拉上岸 海巡署也提醒大家 在从事水上活动的时候 应该要留意海域的状况 还有自身安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读生